Hello大家好我是木莎浅浅 我常常觉得台湾是我的幸运地 真的如果没有来台湾 我现在可能被房子的事情弄得很压抑吧 我现在想想还好来了台湾 渡劫那些糟心事 我常常就感叹的跟我老公讲说 还好你把我娶来台湾 要不然我现在不应该会过得很糟心吧 上次我不是有分享一个同学买了烂尾楼的事情吗 后来呢又有很多大陆的朋友又跟我讲说 他们买的房子都跌了 跌了30到40% 历史还是很高 他就现在想要抛售嘛 挂出去也没人来看房 自己很惨 他说自己买在最高点 就是他们是18年买的 181718年的房价是最高的时候 他说现在跌这么多 觉得延伸没有失望了 他说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能安慰他 我说至少你还有房子在 可以出租给人 然后再拿回来补贴一些 或者说自己住 然后他说他想要抛售啊 他说我就想要卖掉啊 可是挂出去了 挂出去人问了没有人问了 你就卖不出去啊 不是说房子跌了很开心 但是跌了 他连卖的都卖不出去 但是我也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只能安慰他嘛 你不可能落井下石 就越讲越糟是吧 我说跌了就跌了 房子不管怎么涨还是怎么跌 你还是要自己住的就没差 我说那些买烂尾楼的人 人才是才惨呢 没有房子住 然后还得出房 还要为那些烂尾楼 去缴那个房贷 而且更糟心的是 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讲说 买烂尾楼之后 工资就是台湾人讲的薪水 一到账 还没来的就出去取出来哦 就被人银行激动转走了 哇塞那才叫惨吧 我说虽然跌了 至少还要房子在是吧 让自己想开一点 要不然也没办法啊 卖也卖不掉啊 说到那些卖烂尾楼的薪水 一到就被转账的事情 然后听到他们分享 我记得他们 我记得好压抑哦 是这样子的 我同学就 他买了烂尾楼之后嘛 然后就从 从知道房子要烂尾之后 他就走投无路啊 他能想到就是 不希望自己的薪水 到账 马上就被银行转走 然后他就跟他的 上班的公司商量说 能不能每个月 给他发现金 不要转账到银行卡里面 因为他的房贷 本来就是贷很高那种 他说他的房贷 就占了薪水 三分之二以上 原本新房子 是要自己住的 剩下的钱呢 搅完水电啊 物业啊 刚好就够生活是吧 但是现在就是 没有房子住啊 你还要另外去租房啊 然后还要还房贷啊 他就说 真的已经到了 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他就觉得以后事情不 他也不管了 什么影响三代 还是几代 他都不管了 他说他也知道 不还房贷的后果 如果被银行起诉 如果被法院 列入那个 新信的名单当中的话 以后就算 有小孩要念 那个私立的学校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咯 因为中国大陆 一些私立的学校 会进入那个 什么入邪的审查 学校会查 父母的真信的情况 不仅影响小朋友念书 再来就是以后 信用有影响 你想要当什么公司 那是不可能的了 再来点是 不可能再给你贷款了 而且以后出行 还会受到影响 就会限制你坐高铁啊 飞机啊 火车啊 大巴啊 可能只要是用到信用卡 去买票的交通工具 都会受到影响 到时候可能会严重影响 你正常的生活 可能你想要移动去 别的市都很难 其实想想也蛮可怕的 但是当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生活都没有办法 生活下去的时候 真的你也不会在乎这些啦 其实公司薪水 其实说实话 他发现金是可以的 然后我同学也跟公司说 他的情况 他说 但是公司的财务就不鸟他 说大家都是统一银行发的 没办法单独为你发现金 听起来好像也合情合理 公司的要求你也没办法 只是我觉得 有点不进言情了 后来同学就想过 要出去另外找工作 他觉得这一家不行了 可能换一家 他就问了好多家的严四 然后也讲了他的难处 说我的薪水 能不能给我发现金 然后严四说都没办法 公司都怎么样怎么样 就拒绝他嘛 然后他就问了好多家 问到他最后放弃了 他说都说没办法给他现金 甚至有的听到他这种情况 甚至有的说不想要他 有的人就担心以后啊 会给公司带来什么影响啊 什么的 哇天哪 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够冷漠无情了吧 至少在台湾 我去上班 要领现金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种情况听起来已经 真的很惨了吧 但是对岸的社会就是这么冷漠 不过我也只能同情他了 我没有办法帮他是吧 我只能说我只能说下辈子投胎 就看准了再投吧 要不然就不要投胎了 有钱人遇到这种事都不是事 因为有钱啊是吧 普通人遇到这种事真的是要命 有普通的人可能一辈子就只能 只买得起那套房是吧 那房现在就这样了 前几天我广州的朋友就跟我说 他的房子已经跌一半了 就想要挂出去卖掉 但是很惨没 没有人要来看房 不过他的房子不是在市中心的啦 是在广州的郊区 市中心的房子可能还好 就没有跌到这么狠 为什么说我在 我很感谢我老公 娶我过来台湾呢 因为我同时那个房子 还是我们一起去看的 然后我也看中了 然后当时呢 三房就付那个首付40 付首付好像40万还是30万就可以了 已经算很便宜了 我当时我很想买 买了投资啊 大家都说会涨嘛 2017 2018年的时候啊 我是那时候我工作也没多久是吧 以后我也没存够钱 我也不想要问人家借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是眼痛不买 我觉得我可能亏大了 亏了亏了 明明我就看了这个房子 从一万涨到两万 想要两万多 你说我心不心疼 但是我朋友呢 他就跟他的男朋友两个人 就问人家借钱 因为呢 我那个朋友他是在游戏公司上班的 当时在游戏公司上班 他们的薪水还蛮高的 虽然有点辛苦 然后他就是问人家借钱 问同事借钱 又借了信用卡 他就凑够了首付40万 就买了三房 当时我们还说哇他很厉害啊 这么容易就借到几十万吧 是吧 他说他30万 几乎30万都是借来的 因为我那个朋友 他男友是在游戏公司上班的 身边都是那些程序员呢 什么的 就是台湾人讲的原体工程师 收入的比较高 所以借一点钱 一个人借个一两万 就很容易借到钱了 我来台湾的那一年呢 他们就新家又住嘛 然后还说连床都是刷信用卡 分期买的 其他的家具啊 也没有买什么 就直接又住了 其实他那个房子 离那个广州的市区很远 但是他觉得 只要在广州有房 他就觉得OK啊 没差 然后想不到买了没有两年 2018买的嘛 2018 19 然后已经疫情了嘛 疫情之后 2020 2021就开始慢慢的跌 就到现在 他现在跌了一半了 他还是用那个固定的利率 5.8% 天呐 我觉得也够倒霉的 现在中国大陆的利率 降到4点多%了嘛 他现在 因为他是固定利率啊 你没办法啊 就说你降了 你也没办法降啊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当时没有跟他一起买那个房子 我还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跟我讲说 那个房子是有涨了 又涨了又涨了 要涨了 涨了多少啊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当时想要跟朋友投资那套房子 但是首付不够 所以没有买 我说现在又涨一些些了 感觉有点可惜 就是自己没有跟到吧 然后我老公还补一刀说 你没问我 问我 我就借给你啦 我说我问你借 你马上就当我是诈骗了吧 马上要私利跟我私连吧 然后我老公说 不会我真的会借给你 还好我没开口 不然现在惨了 然后最近上海啊 广州啊 东莞啊 各地的朋友都跟我说 他们的房价跌了 掏空了六个月的口袋 买了房子 现在叠成狗 不讲那么多了 反正就是 呃 下方下 再见啦 多谢啊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